大家好,咱今天继续讲这个音盘亲闻论解 男,面侧,事业和婚姻 这一个先取用神,面侧的话 看取哪个用神 息,对吧,无论男女 心在昆宫 看是做什么事业的,先看一下 首先你看 相同符号,直符啊,丁啊,心啊,蕊啊,福啊 你看哪个有相共同的,共通性 相通的 看看,比如说天蕊和神佛一类的 和疾病有关吧 死门 也和神佛有关吧 福 是吧 用了那个,到家用了那个福啊 直接像一,直接像一只独 丁,看到了吗 像火呀 通过这几个 就直接可以断定 他家里肯定有供的东西 然后确定了供的东西之后 你可以再继续分析 你看他干什么职业的 如果你往谢了分析的话 你Terry是女性神佛 供了菩萨 对吧 直符,心 心主刀 那个 那个 也主肃杀之气 你可以说五财神,关公 对吧,都可以断 这样的话 你看着坤 坤公是主大地 看隐干也主物 物也是大地 钉是拿眼睛钉着看 心 主错误 主变革 Terry行 主错误 干什么的呀 应该是看风水的 对吧 你供的神佛 应该是看风水的 另外 面侧的话 你一看他戴着个眼镜 你可以看 你看 丁为眼睛 心主错误 心 这个 天瑞行主毛病 眼睛有问题 坤公二五八数 应该问 他这个度数 是五百度还是八百度 二百度有着 这人他不一定戴眼镜了 你知道吧 这是一个 最后回答是 五百五十度的 还有一个 你看着 坤公 有个技工符号 还有一个支符 就说明他如果要看风水的话 肯定不是一个人 肯定是一个合作关系 这是丹公段 有的老师他说 用谁在这儿入墨 心是在这儿不入墨的 先给大家讲 因为这个 羹掌上在这里 迅宫 掌上在四 心掌上在子 砍宫 但是他有的老师 他说支符入墨 这我不敢苟同 为什么呢 因为支符是神 如果你的用神是假的话 在这个地方是入墨 你用神要不是假的话 这就是一个支符的像 他不会 不是入 入这个卫墨的 大家要搞清楚 测婚姻 越服银局 越反银局 一般婚姻都有问题 他老婆 这是用神 心 他老婆就秉心和 第一 先看 同气吧 同气 第二个 有相互联关系吗 也有相互联关系 第三个 有共同符号吗 没有共同符号 另外 还有一个就是 他这个 一个是有机功 一个是临死门 一个是临直伏 尹干 也是两个 这样的话 他肯定是有外遇的 他老婆呢 兵家兵 哎呦 这个脾气比较大呀 这个天鹏兴 胆子也比较大呀 天鹏兴代表 胆大呀 比如说 他老婆脾气 比较大 然后这个 这个砍弓 和坤弓 比起来 当时说 能量想懂 当时给段 是 婚姻不好的话 是他老婆先提出来的 因为临修门 修门主 休息 这个六合 六合临伤门 受伤了 鬼家鬼 应该是 天网四章呀 不是太好呀 为什么说 他老婆提出来的呢 有两个 一定要交叉取向 我习惯交叉取向 第一个项 修门 他临急门 他临死门 这个能量 一个差 哦 这个是后话了 第一个是 在阅令上 这坤弓 是泄气的 这砍弓是旺子 第二个项 是心心自行 为什么呢 甲五心呀 甲五心呀 五五自行 这个没有啊 这样就导致 他的能量就比较低 所以说 如果要离婚的话 是他老婆也提出来的 为什么提出离婚呢 有外遇 对吧 外遇是哪个呀 丁啊 看应该的话 是丁 雾 两个呀 你把雾打开 看的话 在这边 丁是年龄小的 雾是年龄大的 前面已经讲过了吧 呃 也 冰 丁 丙是年龄大的 丁是年龄小的 也是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 你这样你看出来了 你看了吗 他这个野和丁是阴干 这个雾是阳干 所以段年龄大 但是他和这个丁通工 他和这个雾相冲 也就是说 这个男的 是喜欢这个丁的 另一个 这个雾也对他有一定的帮助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土是生金的呀 如果他要问 你 你我 你建议我和这两个女的和哪个在一起呢 那肯定是雾 对吧 因为雾林生美呀 对他帮助大呀 然后又又相生他 我还是那句话 不过充和克不一定代表关系不好 啊 充和克不一定代表关系不好 你知道吧 啊 这是这么一个案例 女 面侧感情 面侧的话 取用神 是不是也取丁啊 用神 在这个更功入目 入目说明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是 他对于这段感情 没有心思了 不愿意聊 不愿意聊了 啊 林马星 想逃 我当时给他段语 这个用神 丁林和 这个是他老公 啊 林天瑞星 又有旧宫符号 啊 在看六和 因为婚姻嘛 看六和 但林京门 你看嘛 指定婚姻不好 对吧 对吧 当时我跟他说 嗯 断感情 你和你对象 现在感情不是太好 应该是分居 出于冷战当中 感情不好 我多方面给分析一下 第一个刚才讲了 入目 对吧 林马星想逃 天中星想逃 啊 这也是既宫符号 又林天瑞星 他老公也有问题 但他老公能量大 第二个咱在分析 他们有没有 先五天关系 没有啊 有先通符号吗 没有吧 能量也不对等 啊 这个就直接就产生了 婚姻不好的猩猩 然后再看六和 啊 林京门 啊 六和中误鬼和 一个图姓 一个图钱 又逢空 六和逢空 那说明一个不在家 或者说分居 这个为什么说冷战呢 林京门应该说口舌呀 但是他逢空了 京门不逢空的是口舌 逢空的话 就是直接就冷战了 反着断 我说这个你对象 其实 嗯 他问那个 你看能不能离婚 我说不好离 为什么呢 因为他老公生着他呀 他老公不愿意给他离 他不愿意过了呀 这么一个像 但是你看这个 啊 分析 这个他老公这个不用看了吧 你看这个有寄宫符号呢 一柄丁 啊 直接就是说有外遇 肯定要是告完告的呀 这个为什么没有一柄丁呀 但你别忘了 几主私欲 再看隐干鬼鬼主性啊 哪方面的性啊 你把这个鬼打开看 在这个 镇宫 镇宫是误鬼合的呀 有相合的关系 这个性就是说 可以断 你这个外边是不是 呃 你们个玩个的呀 然后他说 呃 有一个正聊着 你看我和他有没有这个 呃 和这个男的有没有结果 那他这么问了 看另一个男的 我等我停一会儿 你们思考一下 这个他要问 问完他老公了 嗯 问另一个你说 你看我和这个男的怎么样 有两个相 一个是看月令 月干 啊 一个是不黏命 首先看月干 问男的话 是不是冰啊 饼啊 阴阳 转换之后 和他老公落同工 你可以直断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工位断 你看这个也是生他 那就是说 这个男的啊 对他挺好 对他挺上心 这个然后没有私害关系 啊 又临悟 悟是资本 又临开门 做生意的 又没有私害 说明这个人能力很强 然后又生他 说明 呃 这个男的对他挺好 第二种方法 你可以 这个是代表老公 这个已经用过了吧 你可以飘 法无定法 只要你看着了 你认为对 你就大胆说 只要 只要能符合义理 第二个就是 这个工位用完了 他这个男孩不在面前 那么你就飘 在面前是不是生花呀 这离宫飘 飘到镇宫了 对吧 先天的离在镇呀 那么你可以把这个当作这个男孩 刚才对起来吧 钉 人干是鬼 鬼主性 这边又打开鬼 你看在这里 物鬼相合 一个图前 一个图姓 对吧 又对起来了 然后另外一个 飘 飘到这个地方 这个是相克的呀 为什么说 这个男的 对他挺上心 也挺喜欢他的 主动追求他呀 因为鬼下伶仃啊 这个男的心里有他呀 很儒雅呀 懂得关心人啊 天赋心啊 很实在啊 死没 呆板 死板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物 土越多越呆板呀 他这是没有的 引干 吸气量比较小 除非你打开看 白虎 做事雷雷风行 大老板 没有死害 这一个 问你能不能有结果呢 这个先看这个宫位 一开始不是说 这个兵为用神吗 那么看下一步的话 地盘翻天盘呀 哎 翻到这个六合宫内了 逢空 没有结果的 第二个 是不是咱不是用这个用神吗 因为这个用完了 他可以飘啊 飘到这边了 飘到这边的话 那他要取用神的话 以结婚为目的的话 六合为用神 这是他第一个婚姻 第二个婚姻 就和这个男的的话 你可以一下 逢空 你可以飘一下 你可以翻一下 你比如说这个翻 翻这边 这个用过了 那你只能用这个翻 那这个也用过了 那你飘一下呗 这个第一个 新蛙 因为他在面前 他在面前 你问 能不能有结果 那这是第二个 去你公 生蛙 在对公 这个有没有结果呢 首先看 这个公位和他这个公位 第一个 还是那句话 老三样 相同符号 有没有 同不同气 有没有相同年关系 你看和这个 相同的关系 和这个都没有吧 所以说他和这一段婚姻 也是不行 成不了 谈谈就算了 因为他 首先你要明白 他和前一个还没离婚呢 他这个也就聊聊而已 对吧 姓吗 明白了吧 不明白的话 可以这个加微信 在群里聊 我说你们是不是一地恋 他说反馈说是的 内蒙古的 为什么这么多 因为你看 这是他吧 这个是 这个飘过来的话 这个是用谁吗 这是都在内蒙 当时我问了 他这个年命 这个男的年命是什么 他说年命是 他是94年的 94年是甲序 当时我记得是 说是一地恋 甲的话 年命的话就直佛 这么快的话 一个在内盘 一个在外盘 英顿的话 这是内盘 这是外盘 用神一个在内盘 一个在外盘 可以说一地恋 如果你不好取的话 你直接在看月令 月令它是冰 冰这也是外盘 那两个外盘 一个在内盘 那你断一地恋 二比一吗 就像当时断生孩子 生男生女一样 多种角度去取 你看生男的概率大 还是生女的概率大 这也是这么取的 这个是我自己的案例 这11月19日的 我都忘了差不多了 今天开始讲 想到哪 说到哪 如果听不明白的话 直接加微信 直接问就是了 他后来又问 后来是我说的 我说你们家的这个 你要想处理的话 我看一下 你现在状态不对 因为他临旋舞 临丁 入末 又说明什么呢 他现在是干什么都没心思 一个是婚姻闹的 一个是可能是2020年疫情嘛 闹的 没心思做事 也没心思聊天 几入末了吗 截代表说 代表嘴 我说 你家是不是一个灯不亮了 你回去把灯给修了修 择日择时 修一修 换换让它亮 让它亮起来 丁代表希望 入末了 算不亮了 丁也代表灯光 玄武代表不亮 入末也代表不亮 他说有 确实是东北的 东北方向的有一个灯 它是一个 一个那种吊灯 花灯 它有 五个灯泡 还有几个灯泡 其中一个灯泡坏了 不亮了 然后我又说 你家这个东南 有鱼缸吗 有鱼缸 或者下水道的时候 水花花的 看有没有 他反馈说没鱼缸 但是有声音 是水流的声音 它听起来害怕 最近要搬家的 我说这种声音啊 不是在 这个 迅宫 就是在队宫 为什么呢 不是在东南 就是在正西 因为它逢空 人在面前深挖 挖到这个宫位 这个怎么处理呢 如果说它找不到的 找不到毛病的话 只能有福字了 又出福咒 想办法把这个经 把这个鬼 该冲的冲 该合的合 该放无相的放无相 这是咱高级版讲的 化解和运输方法 处理不掉的 这个 想二十多分钟了 今天这个课 先讲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 再见